另外吉安乡公所也在7日举行模范父亲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 而获选的模范父亲及好人好事代表 在家人的陪同之下接受各界祝福 场面相当热闹 那么乡长游淑珍也代表公所团队 祝福全天下最辛苦 为家庭劳碌奔忙的爸爸们至上最深谢意 吉安乡公所7号上午在台开新天堂乐园 表扬18位模范父亲 乡长游淑珍也亲自颁证客制化的感谢状作为永恒纪念 还特别精心制作个人精致茶杯 安排奉茶仪式 传达子女的感恩及谢意 让长辈们都能留下一个难忘回忆 感受也不一样 真的 以前在乡公所青年堂 太老套了 这次有感受到创新者 就创新 表扬活动中更首创林选村内好人好事代表 共有12位模范爸爸及一位模范妈妈 共同上台接受表扬 成为社会服务的最佳权势 当然 模范父亲不是今天才是模范父亲 而是 从他到一开始当爸爸以后不断的努力 然后让我们的家人 以及我们的相邻 这个让大家非常非常的认同 所以被选拔为模范父亲 在这里真伟真的要感谢我们所有的乡亲长辈 对于花莲这块土地的热爱及呵护 另外爸爸是我们的支柱 更是家的掌舵者 所以家庭的零聚力和方向 还有精神的支柱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希望借由爸爸的爱 来传承到我们社区 谢谢各司其实的爸爸们 在我们各个环块 也为我们开启了 我们社会服务的这股力量 用父爱来分享传承 给我们所有的吉安乡 今天特别在我们的台开 来用五星级的荣耀 来祝福所有的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现场还有一颗许愿树 是象征爸爸在家中可靠的支柱形象 让家人们可以留下纸条 在父亲节前夕 替爸爸许下最真切的祝福 相公所也安排了一连串的精彩表演 为家庭劳碌奔忙的爸爸们 至上最深层的谢意 记者许丽琴 吉安乡报导